目前大家手边主要在使用的 AI 服务相信应该不是 ChargeGPT 就是 Gemini 那这两款 AI 服务的共通点就是它都有分为免费跟付费的功能的区别 那当然免费功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使用上已经算是绰绰有余了 但是付费功能偶尔你想用到的话或是玩看看的话 那你要付费一个月的这个订阅费用是不是有点可惜呢 因为你可能只会用到几天的时间而已 那我们今天就会来分享一款 AI 服务它一样有综合型的功能 但是目前是完全免费可以使用的 除了一般的问答 深入研究 制作简报之外 像是图片生成 影片生成 音乐生成 或是用来写程式 甚至还可以跟它做语音对话等等功能 这些都是完全免费可以用的哦 往下我们来介绍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哦 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咯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我是阿汤 今天我们主要来分享的就是由中国字节跳动所推出的这个豆宝 AI 服务 其实这个服务我们之前在介绍到有关于图片修改的时候 就有介绍过它的图片修改模型 真的还蛮好用的 不过实际上呢豆宝 AI 服务呢 我觉得它不是只有图片修改模型好用而已 它其实还有蛮多功能都还蛮实用的 今天我就会大概来介绍一下豆宝 AI 服务呢 有哪些功能可以使用 毕竟呢它是完全免费的 你注册之后呢它没有任何的方案可以选择 里面看到的所有功能都是完全免费使用 所以你可以直接挑出里面你觉得好用的功能出来使用就好 今天这个影片并不是要你呢 去取代其他你正在使用的 AI 服务 而是呢在豆宝 AI 服务里面呢 有蛮多实用功能都是不错的哦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 由中国字节跳动所推出的这个豆宝 AI 服务 为什么会想要介绍一下豆宝 AI 服务呢 老实说呢目前大家主流都在使用的 都是用 ChargeGD或是 Gemini嘛 那在 ChargeGD跟 Gemini 里面呢其实都有分免费跟付费的功能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直接使用免费的功能 就算是已经很够用了 那付费的功能部分呢你可能是可用可不用 那如果有付费之后你才会觉得可能真的蛮好用的 只不过呢免费功能大致上就我观察下来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绰绰有余的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豆宝 AI 服务呢 它里面的所有的功能是所有都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要登录账号之后就可以完全的去使用全部的功能 好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如果你想要使用豆宝 AI 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网页版就像 ChargeGD 一样 或者是呢使用它的电脑版 它电脑版安装之后呢会是一个浏览器 那在手机上也有 App 可以下载 所以呢看你想要怎么使用 如果你只是想要使用到部分功能 那不是浏览器相关的话呢 那你可以直接打开网页来使用就好 那像浏览器的部分呢 它有些功能直接结合在浏览器上的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来介绍 好第一个步骤呢 当然我们就是要登录账号嘛 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登录 好登录账号有三种方式 你可以用手机号码直接说简讯登录 或者是用抖音或是用 SSO 那我觉得以台湾的身份来说的话 比较方便就是用电话号码 这边写中国台湾你就不要太介意了 反正我们只是要用到它的功能嘛 它不论怎么说我们台湾就台湾 OK 接下来的手机号码输入呢 我会建议大家呢 那个0不要去掉 就是从09多少开始去输入 然后按下下一步就可以收取这个验证嘛 好这样就登录成功了 你第一次使用的话 可能会是简体中文字的界面 那你可以点击一下左下角自己的头像 然后进入设定 那我这边是刚好挡住 反正就是进入那个设定 好这边语言设定 你就可以选择中文繁体 好这边还可以选择 如果是语音服务的时候 你的声音要用哪一个 那这边声音可以选择的 其实蛮多的 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自己去调整 好设定完之后 你的界面就会变成繁体中文 那使用的部分呢 基本功能呢 跟你在使用ChartGD 或者是Germanite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左边就是功能列表 以及历史对话 那这边呢 就是用对话的方式 来跟AI做沟通 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以豆豹AI服务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浏览器 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 我也会用它的电脑端的软体 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这个呢 是它电脑端的软体 长相是长这样子 主要差别就是 它的电脑端这边呢 多了一个 可以共享 荧幕语音通话的功能 这个浏览器呢 它也是用 Chrome的这个核心 去制作成的 所以使用起来呢 还算蛮顺畅的啦 那界面的部分呢 你这样可以点击右上角 然后进入这个设置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语言设置呢 改成繁体中文 那么这样就变成繁体中文了 连在中间都是 然后预设的搜寻引擎 像这个是可以选择Google的 其实蛮多中国那边 推出的电脑端或是服务呢 预设引擎是没办法去选择Google的 不过这个还不错 它可以选择Google 还有Microsoft的Beam 可以去做选择 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使用的部分呢 一般的对话呢 我就不去特别介绍了 基本上你就可以 直接对它像一般的AI 这样提问 可以问它问题 让它去深度思考等等功能 这个呢 基本上都和其他AI服务都一样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它一些其他功能使用起来的感觉 好 首先呢 如果你不知道 豆包AI服务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对话框 直接按下斜线 好 往下这边就是它全部的功能 其中包括了影片生成 然后可以撰写程式码 有AI播客 也就是Podcast AI创作 帮我写作 翻译功能 PPT的生成功能 然后音乐生成 深入研究 会议的整理功能 然后解答问题 你看 基本上我们常用的那些功能 在这个里面呢 完全是免费 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而且它在整合的PPT 跟音乐生成都有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接下来 比如说呢 有些功能在使用上呢 像是撰写程式码 然后接下来后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 像以撰写程式码来说的话 你只要再输入 A 这边还可以帮你带入一些 常用的功能的指令 不过呢 豆包AI在写程式的能力上呢 我觉得没有到很强了 就是写一些简单基本的可以用 但如果你要写到比较复杂的 或是比较结构性的 目前我就用下来 就是一般般 就大家可以去试看看 然后首先我们来试一下 AI创作 也就是图片生成给大家看 图片生成呢 它的模型呢 是采用Seed Dream 4.0 这个模型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那简单的描述的话呢 基本上呢 它和Google的Nano Banana 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 各有一些优点跟缺点 那在修改图片上 或是创作图片上 都还蛮强的 比如说我们来生成一张图片 这边呢 我没有特别要求 它就给我四张图片的这个版本 可以让我去选择要使用哪一张 基本上呢 它生成图片的速度呢 比起ChartGD或是GAMINE 都还要来快的蛮多的 像我们刚刚生成这四张图片呢 大约只要十秒钟左右而已 那你看像它这样一次生成四张图片 除了像我们这样指令给它 自动生成四张图片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指令的方式 让它一次生成多张图片 比如说我们下载这张照片 然后跟它讲说 我们想要生成 喜怒哀乐表情 四张不同的照片 我们可以把它送出 好一样呢 大概不到十秒钟左右 它就已经生成完四张图片了 你可以看一下 喜怒哀乐 基本上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在玩 Google的Banana的 这个图片模型是一样的 它在修改图片能力呢 我觉得是蛮强的 但自然度 有些图片在修改起来 可能没有那么的自然 但是大部分使用起来 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 所以图片生成 或是图片修改 大家可以使用 豆包AI服务 可以来试看看 毕竟它真的是完全免费 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接下来 下一个生成影片的功能呢 大家就自己试试看看 我觉得目前影片生成呢 它一天是提供10次可以生成 但是生成影片能力 但是生成影片能力呢 不论是纹生影 或是图生影 我觉得都蛮一般的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看看 再来我们来试一下 生成PPT的部分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AIPPT 然后直接输入你的需求 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主题 或是比较详细的内容给它 比如说我生成一个 台湾电动车市场销售分析好了 把它送出 我们等一下这个结果 因为它会先去找资料 然后来建立这个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的过程 它现在生成中大概长这样子 虽然它现在生成是用简体中文字啦 但是其实你可以在指令的时候 跟它讲说用繁体中文字就好了 那这个生成呢 就是用AIPPT 那个AI服务去做生成的 这个过程中会要求你去连结这个帐号 像我刚刚这样简单一句话呢 大概5到10分钟内就已经生成完毕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简报的画面 这个生成的效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像这个排版的一些范本 都是可以自己选择 你想要使用哪一种风格的简报 比较不会像现在目前一般的 可以生成简报这种 AI服务 其实生成出来的简报的风格 或是范本都长得比较像一点 那这个音乐你可以自己选择嘛 所以它长相就会有点的不一样 那这个呢是生成简报的功能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试试看看 再来生成音乐的功能 一样的我们可以打斜线之后 这边可以选择音乐生成 音乐生成的部分 这边可以直接去输入一个主题 然后用选择的方式 有没有它这边指令已经完全都给你了 你只要用选择的方式 就可以产生出来 比如说我可以说是主题是情歌 然后AI生成歌词 或是你可以自己提供 流行的风格啊 或是嘻哈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下繁体中文好了 然后传达出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下忧郁 然后是要女生或男生的声音 然后我们把它送出 然后这个生成呢也蛮快的 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音乐生成的效果 当然就是在听之前 大概就可以猜测 生成出来这个风格 应该比较中国风格一点的感觉 好我们来听听看 好基本上我觉得生成的还不错啦 而且它不是去使用第三方的服务 是直接在里面就可以直接生成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可以使用的AI音乐生成的服务 而且其实除了它使用的这些既有的指令之外 其实你后面还可以再补充 你想要的这个音乐的感觉 或者是内容 都可以直接写在后面 好下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语音功能 语音功能的话 你可以只用语音输入 讲完之后它会再分析你讲的话 然后变成文字把它输入进去 这是其中一个 好第二个呢 最重要的是语音通话功能 这个通话其实就是跟 豆包AI做即时沟通的这个功能 那可以用对话的方式 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点语音通话 它会像真的打电话的感觉 我这边就拨通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它做对话 有什么想要的都可以跟我说吗 比如分享一下今天的趋势 或者探讨每个课题都行 那么你在讲的过程中 这边也会即时显示出 你讲话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 像ChartGT一样 把它作为英文家教来试看看 你现在是我的英文家教 现在开始跟我讲英文 那我们来聊一下旅游相关的话题 是的 好除了呢 讲话的这个声调感呢 就是非常的中国北京腔之外 大致上这个要用英文对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呢就是语音通话的功能 就是跟目前你使用ChartGT 这个语音即时沟通是一样的 好再来下一个除了语音通话之外呢 它有个分享萤幕的语音通话 我觉得这个功能呢 比单纯语音通话呢 还要来的使用很多 基本上就把你的电脑画面 分享给它 那这个功能呢 是要下载豆包的电脑端的软体 你才可以使用 因为毕竟它是要分享你的萤幕画面嘛 好我们可以来试给大家看一下 好基本上界面呢 就跟刚刚一样 其实主要差别在于最左边这个 有没有分享萤幕的画面 有的话呢 这边就会打开 它就会看到你的画面 然后我们可以重新给它指定一下 好请恢复讲中文 好请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豆包的浏览器 那我要怎么去进行AI音乐创作呢 在左侧菜单里 点击AI创作进去后 找个音乐相关根本就好 我现在点了AI创作之后 这边看起来像是图片生成的画面 那我要怎么去生成音乐呢 想不对话镜面 输入使用AI生成歌词 创作歌曲这样的指定是什么 好有没有就像这样子 之前其实我没有试过其他的服务 有给大家看过 像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 用VR的Copeler 也是可以使用这样的功能 就直接共享你的电脑画面之后 然后呢 询问AI哪一个功能应该要怎么用 它就可以教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就可以再共享萤幕 然后再给AI 然后用对话方式来聊天 然后学习新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蛮使用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下一个功能 我想要介绍是豆包AI的 AI阅读这个功能 AI阅读呢 是使用它的浏览器 也就是电脑端来使用的话 我觉得比较方便 好比如说我打开这边开箱文章 那你可能原本自己阅读 要这样读读读读读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呢 你就要在这网页里面去找内容嘛 那其实现在大部分有些人 也会直接把这个网址啊 或是内容直接贴到AI去做分析之后 然后对它提问 那像这个AI阅读功能 你只要点击网址 左边这边有个AI阅读 点了之后 就会跳出像这样的画面 在预设的情况下呢 直接进来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全文总结的功能 这边开始列出相关的摘要出来 接下来右边这边呢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对话 去问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内容 其实基本上这个在其他AI服务也有 能够彻底解决家庭清潔难题的 好 有没有就像这样子 它可以直接播放出来 然后就是把这些内容 用Podcast的方式来播放 这功能我觉得也是蛮好用的 就是用它的浏览器界面 来读这个内容的话 是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再来如果你是有要学习语言的话 应该很常会去看一些 国外的内容跟文章嘛 这边呢 我来开这个CNN的新闻网页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它这个AI翻译功能 我觉得结合在浏览器上面 是非常好用的 那比如说我们先随便点一篇文章进来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原本你对于英文阅读上 有想要学习的话呢 像这个右上角 其实你只要点进网页 它都会自动开始翻译 像这个已经变成已翻译嘛 然后这边可以去选择翻译的服务 要用谁 然后翻译成什么语言 你可以自己选择 或是按照系统语言 那比如说我们选繁体中文好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选单 它会自己翻译成中文的画面 好 像如果是内容的话呢 它一样会显示原文在上面 下面呢 是它翻译后的这个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等一下也会慢慢跳出来 可以用这样上下文对照方式 那对于你如果是想要学习语言 或者是在阅读上 就会更方便许多 而且这个 很像就是直接就双语内容的感觉 不会是很突兀的感觉 翻译在这个上面 所以在阅读上呢 是非常舒适的 好 基本上豆包AI服务的相关功能呢 应该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那其他功能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再去试看看 看完今天影片介绍之后呢 你打算会用到豆包AI服务里面的 哪些功能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那为了避免大家误会呢 跟大家讲一下呢 这支影片呢 其实跟任何的业配都没有任何关系 豆包AI服务呢 本来就是我在使用的 AI服务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我这阵子使用下来呢 确实它里面有些功能 真的还蛮好用的 所以呢上面的介绍呢 都是真实的心得以推荐 真的呢 大家可以去试用看中国的一些 AI服务 有些真的还蛮好用的 不用听到中国就觉得 会有任何的隐私问题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 如果你觉得有隐私问题的话 你就是不要上传一些 你觉得有疑虑的一些资料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还想要知道 什么样的AI相关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